中国南岚全队在12月1日开启后 目前已经11天了 而在10日 杜丰写几名球员参加了官方组织的一次媒体线上采访 除了杜丰介绍了这次试域赛的情况 参加的其他球员都根据采访回答了一些问题 其中胡金秋也透露了全队的一些安排 南岚在结束试域赛第一窗口期后 在12月1日从日本回国落地广州清远 他们将接受14期的隔离措施 不得不说 由于疫情的防控 隔离是不少运动员国外归来后不得不面对的 而对于南岚不少球员来说 经历了亚裕赛 奥运落选赛 以及奥远三人篮球比赛 他们都已尝试过隔离的生活 那么南岚球员的隔离都具体有什么安排呢 胡金秋做了一些介绍 上午和下午视频训练 晚上是个人时间 我会上上海交大的网课充实自己 每天教练也会安排体能恢复 力量训练球感训练的科目 争取一好的状态迎接联赛 而他也提到 隔离确实很古躁 不过主帅杜丰还是给球员很多福利 例如提供羊排等没事 还会在视频训练上带动大家 对此 胡金秋表示 我觉得隔离的生活非常的枯燥和乏味 杜岛在很用心帮我们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问题 比如饭菜上 每天会提供我们一些美食 在视频训练的时候 杜岛也会开玩笑 放松我们的心情 当然也有意外 比如郭艾伦 他的隔离生活就有些疯狂 南岚将会在12月21日结束隔离 第二阶段的CBA将会在12月25日开启 所以对于南岚国手来说 将会十分繁忙 不会有太多的调整时间